我們現在看到地緣政治的變化 雖然不是針對直接針對台灣 但是都對台灣有影響 哪怕是遠在天邊的烏克蘭 或者在北京半冬阿 其實都會連續到延伸到台灣這裡來 所以我們看國際形勢 千萬不要以為那個東西跟我們沒關係 是不是關係恰恰相反 因為國際上的變化只要牽涉到中共 不管是以前美蘇對抗的時候 美國要連中置蘇 還是現在美國跟中共直接對抗 可能要聯合二國 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國際形勢 台灣肯定都會捲入其中 所以我們不要對烏克蘭危機這件事情 那個缺少關注 恰恰相反 烏克蘭跟美國沒有正式的那個協防 共同防禦條約 美國還是這樣介入 而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比烏克蘭更重要 而且還對日本有這個地緣政治的價值 所以可以預料得到 美國在台灣這邊 根本二話不說直接開幹 如果中共敢有什麼蠢動的話 所以台灣自己要能夠意識到 這樣的一個國際形勢要提出足夠的戰鬥意志 跟自我防衛的決心 這樣才可以 不然對不起那些支持台灣的 反共的那些小國家對不對 人家都會為台灣這樣仗義指引 台灣應該要自我覺悟 在緩共的這個方向上沒有商量的餘地 石板先生 我覺得這次北京冬奧會我覺得有是一個整個政治大會是一個造成國際社會的分成兩個陣營越來越清晰的這個會議 就是說歐美 這個五眼聯盟等這些先進國家都表示了抵制 而相反呢一些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被稱為的各國來北京朝聖 按我個人最吃驚的新聞就是說阿根廷的菲爾南德斯總統 在奧運會開幕的第二天去拜訪這個參拜訪毛澤東紀念堂 這個我在北京這麼多年我很少有印象有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去拜訪毛澤東 毛澤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是很差很差的 他因為我估計菲爾南德斯是知道習近平喜歡毛澤東 所以說他去拜訪毛澤東之後呢 第二天跟習近平見面 習近平親口呢表示支持在佛克蘭群島 當然中國叫馬達加斯加島 那個島領土爭議上說我支持你 如果這個是一個外交部發言人講還好 一個國家元首親自在別的國家領土問題說我支持你 這是一個非常重的這個發言 所以說某種意義上這個阿根廷也得到了好處 就由此而見全世界已經變變分成兩大陣營 一邊是支持獨裁的一邊是民主社會的 那麼包括台灣到底站在哪裡 當然台灣的蔡英文政權是比較清晰的 但台灣有一部分在野黨還立場不是很清晰 另外一個作為你個人 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很多台灣人在中國亮出自己的身份證啊 表示我們愛祖國啊 就是說在這種國際分成兩大陣營的時候 每個國家每個人可能都要主動的或者被動的要表態 這個時候我想每個人一定要想清楚都自己站在哪裡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更有值的節目